ad 使用者 ad 使用者的话,我们这一边上网认真的账号 我们可以透过ad 去做一个结合的动作 那同样的是,我们这边也只是当中间人的角色 我们 要当你的使用者 key 账号命给我们的时候 我们一样会去跟你的ad server 去询问说 这个这组账号密码是不是正确的 那我们这边的设定是说 第一个栏位是你的IP位置 第二个是你的网域 那第三个是你的账号 第四个是你的密码 只要输入这四个栏位 下面这个忽略的群组啊 或者是使用者,我们可以用预设值 不用动 那这边有个连线测试 当你输入这四个栏位的参数值之后 你去做一个连线测试 可以可以知道说 你有没有跟ad 连线有没有问题 那我们这有一个小小的记录 可以去看说 你过去的连线记录 这样子 那我们这边的设定 大致上是这样子 不要用心的 不是个人一般能 我喜欢把一个孔尼续的 你以后 这边的记录 ей岛二络 你过来